美好的一天 从每日凌凉开始 这是提醒我们的 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本来想要分享这个 那我后来继续往下读的第十六节 这是我今天选的 他说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将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 不可映着景象 那个除掉呢 在原文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行割离 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行割离 所以如果你用原文的整个翻译 它就是要讲到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心上 要行一个割离 就是我们要将自己从罪恶里面被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这样子 所以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 要将我们心里的污秽做一个分别 做一个割离 我会怎么这样讲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 我会觉得在他们生命中很可惜 好像过去一些事件一直放在他的里面 一直放在他的里面 其实是很可惜的 真的要快快的将自己从那个里面 那个黑暗里面 从那个罪恶里面 从那过去的一些阴影里面 快快的出来 快快的出来 所以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如果在你的里面 你还常常存记着半年前发生的事 一年前发生的事 甚至更久以前发生的事 好像在你的里面挥之不去 甚至里面开始发酵了 成为一个苦毒 甚至成为一个 你会觉得很一直过不去的 我要鼓励你起来得胜 你要跟神说 神啊救我 神啊救我 你来帮助我 帮助我 让我不在这个里面 好 我一定要起来得胜 我可以得胜的 主我把这些过去的事情 教给你 我不要在在过去的里面了 我不要在这过去的里面 我要起来成为一个得胜者 我要奉主的名要来祝福你 求主来祝福你 当你成为一个得胜者 奉主的名祷告 Amen